字幕提供 Hello 小朋友 你們好 歡迎又來到主題教室 你們有沒有去過旅行呢? 最喜歡去哪個國家? 我最喜歡去世界各地 搜尋不同我最喜愛的東西 今天不如我們一起跟飯豚貓和好朋友 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看看不同的特色和食物 事不宜遲 我要上機了 世界文化大不同 哇!這些圖片好美啊! 不如我們一起環遊世界咯! 好啊!不如我們都叫皮器龍一起去咯! 有趣的日本 三隻小動物開始環遊世界 第一站 牠們來到日本 哇!好飽啊! 哈哈!壽司好好吃啊! 那些刺身也都好新鮮啊! 哈哈!想不到你這麼喜歡海鮮啊! 哈哈! 日本是一個島國 四面還海? 所以日本飲食中有不少海鮮啊! 哈哈!放包狗只會吃啊! 我就更加喜歡日本的古代建築了 看上去跟中國的古建築好似的 因為日本在古代時候 學習了很多中國的文化 好像建築、茶道 都有中國文化的影子的 我剛才還看到很多漢字啊! 那是因為日本文字裡有很多漢字 你們看看 那些外國人穿的是什麼服裝啊? 那些就是日本的傳統服裝 和服啦! 好多外國人來到日本都會嘗試穿 我都好想穿啊! 剛剛去完日本 我最喜歡吃那個天婦羅了 小朋友你們最喜歡吃日本的哪一種食物呢? 不如你們分享一下 美麗的荷蘭 在日本玩得很開心的三隻小動物 又動身來到荷蘭了 哇!好大!好多風車啊! 荷蘭四季經常都會掛你大風 地西又平坦啊! 荷蘭人就用風車來都獲得風力 風車也是荷蘭的文化標誌之一來的 荷蘭還有一種花很有名的 你們猜猜是什麼? 是屈甘香啊!你看看 哇!好漂亮的屈甘香花海啊! 哇!真是好漂亮啊! 真是好漂亮啊! 這些是荷蘭的木鞋啊! 這些是荷蘭的木鞋啊! 很容易清洗啊! 很容易清洗啊! 以前的荷蘭人很喜歡穿木鞋啊! 哇! 我也想要一對啊! 不同文化須尊重 三隻小動物最後乘飛機來到美國 哇!美國啊! 放爆狗! 你好喜歡美國的戲劇啊! 我也很喜歡美國的戲劇啊! 我最喜歡看就是西部牛仔了! 西部牛仔不單是戲劇的作品 它還是真的歷史 美國曾經有很多年輕人去到西部發展 他們騎馬放木牛群 所以就叫做西部牛仔了! 西部牛仔已經成為美國文化中 最代表性的一部分了! 是啊! 美國有很多西部牛仔的電影啊! 現在還有人穿牛仔風格的服飾啊! 牛仔褲也是西部牛仔很喜歡穿的褲來的! 你見到這麼多不同地方的介紹 你最想去哪個國家游覽呢? 原來我們的世界有這麼多不同的文化 每種文化都值得我們尊重的! 對同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 對同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 亦都不要覺得奇怪 下次我們再一起去旅行啦! 剛才跟著飯豚貓去不同的國家 原來每個國家的特色都這麼漂亮 你認不認得這裡是哪裡呢? 今天我們就一起做這個荷蘭風車吧! 我們來看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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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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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们可以跟着你们自己的喜好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风车 那就完成啦 小朋友 你们是不是都完成了你的荷兰风车呢? 不如你们都在留言留下你的作品和我们分享啦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啦 我趕着要搭飞机啦 不如在最后我们一起唱首《Ten Little Indians》啦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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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Indians》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